中东局势更加动荡 赶紧来关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遇袭身亡 震惊国际社会 伊朗预计一号要为它举行葬礼 稍后哈尼亚将会在卡达首都杜哈下葬 而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指出 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已经直接下令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群众聚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抗议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遇暗杀 誓言要讨回公道 伊朗当局也非常气愤 传出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已经下令对以色列发动直接袭击 要让哈尼亚之死血债血偿 回到事发当天哈尼亚在30号前往德黑兰 参加伊朗新任总统裴泽斯基安的就职典礼 不料就在31号凌晨2点左右 与一名保镖再住处遇袭身亡 对此以色列虽然没有承认发动攻击 但是以色列过去有多次远程刺杀 跨境攻击目标人物的记录 因此马上成为头号疑似凶手 而美国官方回应并不知情 也没有参与其中 对此哈马斯指控哈尼亚死于 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就是以色列的袭击 有分析指出幕后主使刻意选在德黑兰 时间点又是新总统裴泽斯基安 宣誓就职不久后 除了意图修入伊朗当局 同时释出渗透国家安全的讯号 想让德黑兰陷入进退两难的反击盘算 同时哈尼亚遇害后 消息也震惊国际社会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事件 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行为 对这一事件可能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深感忧虑 除了中国俄罗斯土耳其 黎巴嫩真主导 叶门青年运动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都发生谴责暗杀并哀悼 被外界视为哈马斯内部偏温和派的哈尼亚 如今突然身亡 不仅对哈马斯造成了严重打击 也触怒了伊朗 可能会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直接报复 中东冲突恐怕进一步升级 环宇新闻吴光臣综合报道 堪称更精准的血滴子 用来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现在伊朗扬言要让以色列血债血还 中东局势正在升温 如果您刚加入环宇全球新闻 马上来了解伊朗最高领袖传出 下令攻打以色列 而关注到哈尼亚的死法 对于判断以色列是否直接涉及暗杀行动 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预测的细节 伊朗官方只透露 它是被空中投射物给打死 分析进一步指出 所谓空中投射物 很可能就是美智的新型忍者飞弹 这种飞弹并不会造成大规模爆炸 或者伤及无辜 所以最适合用来执行暗杀任务 安装在直升机上精准锁定目标 这是被称为忍者飞弹的美智地狱火R-9X飞弹 长期被美国部署用于打击 伊拉克 叶门 索马利亚等 多个冲突地区的恐怖分子 有最新消息指出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可能就是被这种飞弹袭击身亡 这个特别的武器用了 地狱火R-9X大约相当于一名成年男子的身高 体积不小 特别是这种飞弹没有炸弹要头 而是会在靠近目标时伸出高速旋转的六片刀刃 缴碎人物 在人口密集的住宅区使用这种飞弹 可以避免因为爆炸导致的无辜身亡 2020年美国也是用地狱火R-9X击杀叙利亚盖达组织成员 当时的现场画面就可以看到 目标人员的坐车并没有爆炸 而是被巨大的物体切开穿透 如果以色列空袭的黑蓝又想避免造成大规模伤亡 与伊朗发生全面冲突 这种像是血滴子的不爆炸飞弹会是理想的选择 欢迎新闻专格综合报道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之死 现在就怕为大战拉开序幕 他一直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代表领袖 也是当前战争主要调停人 他从学生领袖一路成为哈马斯领导人 还一度担任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总理 可以说他这一生都在反抗以色列 更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包括他的儿子 孙子 60多名亲友 都成为空袭下的亡魂 自从战事爆发以来 就奔波中东各国协商调停的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31日死于异乡 对于寻求独立建国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 他的重要性不会被遗忘 出生于加萨难民营的哈尼亚 年轻时期积极参与政治运动 在哈马斯成立初期便加入 而在多次被以色列逮捕跟驱逐至黎巴嫩后 他在组织内的声望直直上升 1997年更被哈马斯创始人亚欣指派为哈马斯首长 哈尼亚也是哈马斯内的务实派 他曾在2006年带领哈马斯进入巴勒斯坦立法会 同时也是让什叶派伊朗政权支持迅尼派哈马斯的重要推手 2017年开始他更成为哈马斯的外交舵手 致力于与中东各国建立关系 一生都在跟以色列反抗的哈尼亚 也付出了相当代价 自2008年以来身边的60个亲友陆续被以色列杀害 连儿子及孙子也无一倖免 如今他的死让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不安 以军在30号也攻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部地区 真主党现在证实最高阶的军事指挥官苏克尔被击毙的消息 而黎巴嫩官员更警告说 真主党很有可能会展开报复行动 面对如此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空袭行动之后 也对以色列的公民说 以军已经做好准备 呼吁大家团结一致 应对接下来各方面的威胁 以军在30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部地区 发动空袭 在行动过程中成功歼灭真主党最高阶军事指挥官苏克尔 真主党方面已经出面证实他的死讯 在以军与真主党交战的这十个月以来 苏克尔是真主党中遭到以军所击杀 位阶最高的指挥官 消息还指出至少两名女性及两名孩童 在空袭中丧生 里巴南官员还指出 预期真主党极有可能会展开报复行动 就在苏克尔身亡的消息传出之后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31日凌晨 与德黑岸的住处也遭遇攻击丧身 一方连续消灭敌人首领的行动 让各界都相当忧心 中东局势紧张程度升级 在被鲁特发动空袭后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出面发表谈话 警告以色列公民 接下来的日子会充满挑战 纳坦亚胡还指出 以色列在对抗的是伊朗组成的邪恶轴心 其中就包含哈马斯 胡塞组织以及真主党 以色列已经在过去几天 针对这些组织一一展开打击 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 也在视察空军基地时 表示以色列并不想要战争 不过还是正在为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做好准备 不过如此一来 中东地区战争扩大的可能性 也只会持续增加 欢迎新闻张阳俊 最后报道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川普出席了全国黑人记者协会活动 结果他指控对手贺锦丽 最近才开始去打非裔牌吗 质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非裔血统 好不过川普在这场活动上的 种种争议言论 又再度受到外界打拔 川普应邀参加在芝加哥举办的 全国黑人记者协会 而座谈会上的主持人 美媒ABC记者史考特 开场便尖锐地问到 川普屡屡批评有色人种 同时也经常攻击非裔记者 为什么非裔选民还能信任他 川普一听立刻还击 首先我并不认为我没有问过 这种状态的方式 座谈会才一开始 就已经火药味满满 不过在接下来 川普更语出惊人 我一直都不认为她 她一直是非裔经典的 她一直是印度的 她只推荐印度的 我没有认识她是黑的 贺锦丽的父亲是亚买加非裔血统 而母亲是印度裔血统 她除了经常谈及自己 作为有色人种 在美国所经历的待遇外 也经常以非裔自称 而当记者问到 美国首位非裔白宫发言人 尚皮耶对川普评论的看法时 她也用强烈的语气 批评了川普的说法 尚皮也表示 当贺锦丽谈及他作为有色人种的个人经验时 只有他本人能决定那个经验的呈现 而川普应该要尊重美国现任的副总统 华为新闻发言之中的报道 美国的航空巨部波音 这几年事故频传导致形象受创 今年第二季财报公布 整个公司亏损高达14亿美元 现在波音要任命 由工程背景的奥特伯格 来出任新的执行长 希望可以加强品质安全的把关 舱门在半空中掉落 粗暴事件频传 美国航空巨头波音公司 7月31日宣布新任执行长 由拥有工程式背景的奥特伯格出任 现年64岁的奥特伯格 曾经担任航空零件企业 罗克威尔克林斯执行长多年 他预计在8月8号上任 将肩负扭转波音事故 频发形象的使命 拯救亏损连连陷于困境的波音公司 奥特伯格在声明中表示 对加入波音感到非常荣幸 赞赏波音是航空业标志性的公司 未来将会公司同仁一起努力 并将安全与品质放在首位 波音公司这次选择具有工程背景 而非金融背景的人士除任执行长 显示出想要改善生产品质的决心 波音近期因为一系列安全和品质管控问题 陷入生育危机 今年1月 阿拉斯加航空的一架737 MAX 9科技的舱门 在半空中掉落后 导致波音前任执行长洪凯尔辞职 波音第二季财报也显示 公司亏损已经增加到14亿美元 收益也下降14.6% 欢迎新闻专格综合报道 好来看到恶物战争的前线 乌克兰一直在等待的F-16战机 最近终于传出好消息 一匹F-16战机已经抵达了乌克兰 而且准备上战场 不过目前在当地 能够驾驶F-16的飞行员人数并不多 再加上能够上场的战机有限 还需要专业的维修技术人员 能不能够有用 目前很难说 根据彭博社消息指出 乌克兰交集等待的F-16战斗机 第一批已经抵达乌克兰 现在有望能够增强 抵御俄罗斯攻击的能力 不过知情人士表示这次获得的F-16战机数量并不多 而且目前还不清楚接受驾驶训练的乌克兰飞行员 是否能够立刻使用这些战机 尤其是有消息指出 目前只有六名乌克兰飞行员接受培训驾驶战机 如果每架分配两名飞行员 那么乌克兰空军也只会有三架战机能够上阵 因此即使盟友提供更多的F-16 真正能够加入战局的也有限 同时目前正在接受培训的飞行员人数也并不清楚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乌克兰和美军官员都认为乌方F-16飞行员有限 确实是主要障碍 除此之外还需要训练有素的维修技术人员 因此接下来是否能够有效利用F-16战机的能力 抵御俄罗斯的攻势 目前还存在着不小的障碍 欢迎新闻张二军综合报导 波巴黎所在的澳洲今年是热浪频传 所以夏天非常非常的热 地中海地区情况也很严峻 各国都传出森林大火的灾情 从巴尔干半岛到意大利半岛 至少七个国家都传出森林野火 在阿尔巴尼亚的度假城市深津的海滩上 可以看见城市的另外一头烟雾弥漫 这期森林大火29日忽然转向曹深津烧来 不过经过锦销人员以及志工抢救后 终于成功控制火事 而希拉去年遇到大火侵袭的第二大岛艾维亚 今年也同样遇到火事 而在于希拉接壤的保加利亚 以及北马其顿都遇到猛烈大火 北马其顿在30日至31日 短短的24小时内就多出了66场森林火警 并通报一人罹难 而在较北的克罗埃西亚 也在干燥炎热的天气下遭到大火侵袭 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 也罕见的在一处丘陵传出森林火警 不过锦销人员很快就成功扑灭 西班牙跟葡萄牙也有多处传出灾情 欧盟的森林大火资讯系统 已经将整个南欧地区列入了高风险区域 华鱼新外发现知证何报道 大巨蛋到底有没有可能办演唱会呢 如今在演唱会之前 立法院长韩国瑜先提到了 他说有意要在大巨蛋举办国庆晚会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说了 目前可以确定10月就会举办国庆晚会 但是他个人也很希望 而且期待将会可以付出 在大巨蛋办演唱会 因为他结婚的时候跟太太进场时 就是唱家会的gay out 所以呢是他的个人先怨啦 不过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就说了 如果远雄的性能审查能够顺利的话 招安会验证后 大巨蛋只要符合台北市大型群聚活动 安全管理自治条例 就可以举办体育赛事之外的大型群聚活动了 不过到底有没有可能解套呢 毕竟国内的大咖巨星 全部都准备好了 葬式的天王周杰伦 他就说了 8月他的时间都已经空下来了 就在等大巨蛋 而天团5月天的阿兴也说 身为台北人 如果他巨蛋收费很高 他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完全不担心 长地费就是希望能在大巨蛋开场 连天后张慧妹阿妹也都在等大巨蛋 如今究竟进度到了哪里呢 北市副上个月再度韩文给内政部 确认大巨蛋办非体育赛事 不适用于体育建筑技术规则 建筑设计施工编的第127条 改依照大型活动群聚自治条例 做性能审查就可以了 而远雄前天早上动员了 等消防安全基金会8月上旬完成相关的检查之后 以及各项的演练 到时候远雄的案件送到市府审查 最快9月场地就会准备好举办演唱会了 但是呢要说到演唱会的城市 除了台北有小巨蛋之外 如今高雄的演唱会真的真的很厉害 因为经济是持续的在发威 都是不统计了 今年1到4月 高雄举办了超过54场的演唱会 进而超过72万人次 创造了超过23亿元的观光产值 经发局就说了 在演唱会效应的带动下 商圈的业绩成长了30% 把握乐迷到高雄厅演唱会 进而谋生 留宿过夜 甚至多玩几天的契机 社会团队发挥了城市经营的行销智慧 打造高雄演唱会的经济学 效益是持续的延烧 如今真的 每个城市都想要学 因为2023年 高雄举办超过117场次的演唱会 经营超过了139万的人潮 市政府推出了加持演唱等等的行销活动 市府已经发举就说了 高雄已经建立了一套 属于高雄的演唱会经济商业模式 创造了新台币45亿元的观光产值 2023年 高雄的住宿跟餐饮的销售额 更是高达了929亿元 突破了历史新高 涨幅大约是34% 在地的立委其实私下就透露了 他们说高雄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招数的 因为市府私底下 似乎没有收他们场地的费用 让更多的团体跟艺人愿意到高雄 今年下半年 啤酒节就吸引了超多的韩团 甚至还有火星人布鲁诺 也即将来到高雄开场 吸引超多歌迷前往 高雄的演唱会直接带动整体城市的经济 如今大巨蛋能不能解套 如果能办国庆晚会 后续离松榜能办演唱会 或许就能多进一步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中华队前进巴黎奥运 今天的精彩比赛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而就在昨天 中华代表团 本届巴黎奥运的收面奖牌出炉了 由全级美少女 吴世翼 闯进四强宝童 今天的比赛也真的都很精彩 宇朝南少卫冕军就是林洋佩 桌球一哥林荺如与一姐正一进 还有台湾网球天后谢淑伟 吸手曹家宜要争夺四强的门票 如果能晋级 距离台湾再添奖牌又更进了一步了 等一下的赛事 马上带你来看了 首先呢 数是3点40的时候 就先由周天成开打 男子单打16强赛 昨天他打赢的时候 是有一阵的大怒吼 也含醒了中华队的精神 接下来是来到6点的时候 晚上6点呢 由台湾的网球天后谢淑伟与曹家宜 目前呢 他们之前在女双的16强赛的时候 收到退赛礼 而之间来到了8强赛 男人今天呢 要与杰克组合 木霍娃 还有诺斯科娃 争抢4强的门票 而今天呢 晚上8点10分 台湾的黄金男双 也就是宇秋的组合林杨跟王晴玲的林洋配 本届巴黎奥运呢 从死亡的第一组突围 四联胜分组第一 晋级到8强 强势的表现振奋了国人 他们今天的8强赛的对手 是世界第23名的泰国组合 苏博跟吉丁弩宏 双方生涯五次交手全部都由林洋配胜出 而且呢都是直落二就顺利的过关 拥有了绝对的对战优势 因此呢 今天的比赛大家都很关注 都认为说他们有机会可以获得胜利 而接下来呢 但您看到了晚上9点的时候呢 则是由小林同学林云如 要开打男子的单打8强赛 虽然呢 他的混双止步在8强 但是呢 在南端连过了三关 状态是相当的火烫 无论开局领先或者是落后 他每每在局末都可以有关键的演出 可以顺利的立牙对手 但是他今天呢 8强赛要对上地主第三种子 右手直拍猩猩 F点乐布朗 年纪17岁的眼镜定乐布朗呢 是桌坛近年篡出的超猩猩 零如过去三次对他对决 只有2022年杜哈挑战赛的时候获胜 去年新加坡大满贯赛跟今年的四团赛 都遭直落三输球 对战的成绩是以一胜两败略局下风 因此今天的比赛也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了 而接下来带你看到就是来到10点的时候呢 他的昔日搭档就是桌球一姐 正宜静的8强赛 也遭逢了强敌 要跟中国的世界球后孙颖沙狭路相逢了 正宜静呢 其实这一回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单打上面了 世界排名呢也往前进 来到了第12名 不过这一回呢想争夺抢牌 恐怕呢就得先过沙沙这一关了 所以呢其实今天呢 这一进的8强赛也真的非常的关键 另外呢看来女王陈念琴也将出战女子拳级66公斤级的16强赛了 但不过呢他的对手是巴西的女将桑托斯 因此呢其实大家也都认为说 今天的这一场战役呢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晚上的比赛有非常多的都是关键的8强赛 如果晋级的话就可以顺利的晋级到4强 也对于中华队能不能夺牌也是非常的关键 因此呢让我们今天晚上继续为中华队的选手加油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中东局势现在似乎越来越紧张了 因为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呢 昨天在伊朗遭到暗杀身亡 根据组织高官的说法 他是遭到飞弹直接击中 位于德黑兰的住处已经严重的受损了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 他住处的门窗户跟墙壁都被摧毁 只是呢除了哈尼亚 黎巴嫩真主党的最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 还有伊朗的军事顾问贝迪 才遭到了乙军的暗杀 如今呢接连的遇害 中东的紧张恐怕会一触即发了 不过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紧急的召开了会议 巴勒斯坦就呼吁了对这起事件要究责 同时谴责以色列跨境空袭侵犯邻国的领土 以色列呢则指控了伊朗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 对所有人都造成了威胁 不过呢联合国负责政治及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就表示了 过去呢几天的各种袭击 代表着严重跟危险的情势升级 会透过外交努力改变路线 寻求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道路 而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呢 就在会议上说了 指控美国也有涉入 他认为呢美国也有份 指控暗杀行动如果没有获得美国首的肯定跟情报的支持 根本不可能会发生 只是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说了 哈尼亚被刺的一件事情 美国不知情也没有参与 而哈尼亚的死讯传出之后呢 外传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下令要直接攻击以色列了 而以色列的总理纳塔雅胡也说了 以色列呢将团结一致 坚决反对任何的威胁 也已经准备好要应对一切的状况 以色列已经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 不过哈尼亚会到伊朗首都德黑兰 就是要参加伊朗总统呢 培泽斯基安的旧旨典礼 对此呢 培泽斯基安就在社群平台上面说了 伊朗将捍卫领土完整 荣誉跟骄傲跟尊严 并让这些恐怖主义的侵略者 对他们懦弱的行径感到后悔 而哈尼亚长期居住在 一直居中协调加萨冲突的卡达 他在2017年流亡之后 也曾经在土耳其待过一段时间 对此呢 其实卡达的外交部就说了 这一次的袭击是令人发指的罪行 可耻的暗杀 土耳其也表示了谴责 土耳其的外交部就表示了 谴责在德黑兰暗杀哈马斯政治局的领导人 哈尼亚的可耻行为 并说这次的攻击是为了使加萨的战争 扩大到地区的层面 不过哈尼亚也曾经在2022年的9月 前往莫斯科 就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进行谈话 而哈马斯与竞争对手法塔组织 上周才在北京举行会谈 俄罗斯外交部认为了 这是一起完全不可接受的政治暗杀事件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说了 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的行为 如今中东的紧张歧视 看似已经开始在升温了 未来要怎么牵动全球 甚至会影响到邮金的价格 也让外界都非常的关注跟担心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波资讯 民进党的飞核家云又要转弯了吗 行政院长陈荣泰日贤接受日媒专访 谈到核能政策 松口表示2030年世界各国对于新能源的开发 是一个关键时机 未来的核能都有任何可能可以讨论 而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第一场会议也将在8月8号登场 包括最高顾问李远哲 负照几人佟子贤都持核电的想法 也让赖政府的能源政策是备受矚目 黄仁勋在全球引爆AI浪潮 台湾更扮演重要地位 不过发展AI大幅增加用电量 对此日前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日媒专访表示 2030年世界各国对于新能源的开发 是一个关键的时机 未来的核能都有任何可能都可以讨论 民进党非何家元又要转弯吗 其实包含美国日本甚至韩国的重要的媒体 都有报道过台湾的缺电问题 这当然会引起外资的疑虑 所以现在卓荣泰对外媒的说法 当然显然他想希望能够安外资的心 兰英立委要赖政府的能源政策 赶快回头跟批评政策反复 让企业人民无法依循 影响产业发展又让人民担忧 那对于核电的态度 旧的核电要研议 真的会有很多严峻的挑战 那对于新的技术 我们当然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据了解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 第一场会议将在8月8号举行 副召集人童子贤以及顾问李远哲都支持核电 现在连卓荣泰都松口2030后可讨论核电 民进党的非核家园会不会出现转弯 各界密切关注 欢迎新闻吴荣与庄品达台北斯福了 好那现在巴黎奥运中华队的第一面奖牌也出炉了 台湾选手吴诗仪取得了四强门票 接下来要立拼金牌 吴诗仪姐姐表示 在德芝能拿下奖牌当下 家里人都很感动 爸爸妈妈甚至激动到抱在一起 而家中在台北所经营的面店 陆续出现了五星好评力挺诗仪 网友们在社群粉丝专业 也被刷上了一整排的祝贺恭喜 奥运全局选手吴诗仪在60公斤八强赛当中 前进四强 让中华队入仗第一面奖牌 吴诗仪家中在台北市经营的这家餐厅 也一大早就贴出了这个红色海报 恭喜老板女儿吴诗仪奥运全局项目 前进四强的好消息 吴诗仪姐姐走出店门口 将晋级奥运八强的喜讯 换成最新坐同望京的好消息 也出面分享激动心情 我们家里都很不容易感到开心 不少老顾客抢在第一时间 特地到餐厅烫定一下 今天的特别的朋友 台湾的光源嘛 你知道吧 这讲不容易啊 祝福他们能够可以拿到金牌 加油我们支持你 餐厅社群平台粉丝专业 陆续出现祝福的五星好评 网友们更刷上一排恭喜 也表示这五星给诗仪 养出奥运运动好手的优质面店 另外接下来 礼品奖牌全色升级 四强赛将在8月3号深夜进行 吴诗仪对手是来自中国的杨文璐 全台都拭目以待 全力引元 诗仪加油加油加油 欢迎新闻科贯成 谢爱准台北采访报道 明年国防预算编列创下 史上新高占GDP2.4% 但是美方政要依旧嫌少 川普政府时期的 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柯伯吉认为 这是严重不足 由于目前川普身世如日中天 未来真的当选 台湾的国防预算 恐怕被迫只能越来越高 美军E2D空中预警机 降落在林肯号航舰上 如今传出 我国空军再度有机会 争取采购升级国防战力 不过明年度 国防预算高达6300亿 创下历史新高 但川普团队认为还不够 川普政府时期 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柯伯吉 认为台湾目前国防预算 占GDP的2.4% 是严重不足 我觉得这是不和民心 也不了解台湾的事情 这些在美国讲话的人 都是远在千里之外 完全不了解台湾的状况 可是多出来这6000例 我们能够买到 什么样的国防的实力呢 也买不到啊 美国不卖我们F35啊 不卖我们好的舰艇啊 不卖我们好的导弹啊 美国人就吃定我们啊 那我们有需要这样做吗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菁力委到退役将领 对川普团队不断放话 要台湾提高国防预算 非常不以为然 但拜登退选后 川普身事大涨 如果他当选 台湾国防预算压力 恐怕会越来越高 他当选之后 我觉得对两岸是好事 台湾的独派会收敛 就知道说 那你就花那么多钱 你去试试看啊 你看民意支持不支持你啊 外政府就比较不会踩红线 比较不会踩红线的时候 其实对两岸是和平是有利的 川普如果当选美国总统 对全世界就像一个平静的 这个台湾里面丢下一块大石头 你永远不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 所以大家就要系好安全带 带好钢龟 仔细应付 川普团队成员一再对台湾国防预算 很有意见 台湾朝野除了静观其变 也要做好各种沙盘推演 因应美国大选后各种变数 欢迎新闻 吴隆宇章品达台北采访报道 桃园有民众反映 有市场鱼摊促销鱼 三片两百元 但其实是鱼有混冲 消防官是立刻到市场稽查宣导 提醒业者要如实标示 小鼠提醒了 常见的圆雪扁雪都不是雪鱼 如果没有清楚标示 是可以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最高处四把万的罚还 市场鱼摊前 琳琅满目的鱼种 让不少买菜新手眼花缭乱 但外形相似的鱼类 价格却大不相同 篮子内肉质白嫩的圆雪 光看外表 很容易被误认雪鱼 摊商没有清楚的标示 常会让人分不清楚 听说有人把鱿鱼 当做雪鱼 对对对 餐厅都这样 成本差多少钱 很多 倍的钱 三倍 看起来这样有可能会买 就不小心就上当 乍看之下一样 实际上不一样 日前桃园传出 有鱼摊促销雪鱼 三片两百元 其实是以低价的鱿鱼混冲 小宝官前往市场 鸡茶宣道 另外食药鼠也提醒 市售的圆雪 其实是智力骸鲁 俗称的鱼雪 其实是大笔木鱼 它们都不是雪形木 所以不能标示为雪鱼 那怎么分 就是看皮 鱿鱼它的皮会有一点 它的外形完全一样吗 长得很像的 颜色不太一样 小宝官指出 摊伤要如实标示 若违反规定 可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处四万元以上 四百万元以下罚欢 只有雪形木的鱼种 才能标示为雪鱼 而圆雪以及鞭雪 应该标示 通俗名声与鱼种名 组称并列标示 低价鱼混冲高价鱼种 无度有偶 除了小宝官罢官 消费者到市场买鱼 也得擦亮双眼 缓新闻 陈明艳长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